当17K在王牌局炸鱼塘时 偶遇蓝博的粉丝他会怎么做 时间来到三分钟前 17K日常开着双人跑车寻找目标 转角间就遇到了一支三人小队 而在他们其中之一就有一个17K的粉丝 17K下车瞬间放倒了粉丝 虽然粉丝也在第一时间上报了来意 但是他队友还是有所易懂 17K迅速反应过来直接全部将其扼杀 只能说这波17K不反打的话 大带率是要去开下一把游戏了 而在走之前17K还是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没办法第一反应给他三秒了 他对开枪了什么 他对着我干啊 没办法什么 这叫正当防卫去的吗 不能怪我吧对不对 正当防卫 随后17K继续全途寻找目标 跑了两年半终于发现了一个敌人 17K下车的同时他也发出了暗号 17K犹豫了三秒还是掏出了土豆雷 而对面再次发出对主播通用的暗号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粉丝妹妹见此情形也开始反打17K 而她的枪法真不是好惹的 差点就秒了17K 另一对敌人的加入 让两人默契地放下了戒备 妹妹毫不客气将敌人交给了17K 而刚刚妹妹的枪法鼠拾进到17K了 让17K还没完全脱离妹妹所带来的阴影 小编也很好奇这位妹妹 便去查了下她的KD和淘汰分 别看她那很朴素的装扮 4200的淘汰分和7.0的KD 在座的小伙伴能否打得过她吗 回到游戏 17K手持大坤三拿捏近点的最后两个敌人 三连暴走但没有灭对提示 17K排点完确定没有敌人 接着也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荧幕 17K疯狂对粉丝妹妹发起灵魂拷问 出来 喂 死完了干嘛 你又打我 打我像是这么重干嘛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你炸我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17K 我叫什么 我真名叫什么 真名 我不知道你真名叫什么 你别问我行吗 假粉丝是吧 你说吧 你最喜欢哪个主播 你是谁的粉丝 我最喜欢南博 南博那么丑你也喜欢 反正我最喜欢南博 南博如果要想去你 你嫁他吗 嫁不嫁给他 地上的盒子也忍不住说两句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17K吗你 你别说话 南博要娶你你嫁不嫁 没有哦 如果南博想想跟你谈恋爱 你谈不谈啊 我不想 我不想跟他谈恋爱 我只是喜欢看来直播 但是我不想跟他谈恋爱 你想 如果说我追你 你会给我一次机会吗 是的 是的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 为什么不可能 这是美少天的 因为就是不可能的 那我会给你杀了 拜拜 赛吧 不要 17K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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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妥协是吧 没有 和粉丝互动完 17K开着蹦蹦继续寻找敌人 也是来车了 来下车 倒一个 还有个失血 来 掐个雷 顺暴雷炸死 来 长脚 吃牛吃牛 下一位 鸡苗大坤三敌人应声倒下 随即17K立马拉到近点 炸死你 倒两个 刚刚在原点撂倒的那一个 在17K来的路上 敌人已经浮了起来 只是17K还不知道 倒三个 17K疯狂丢燃烧瓶 把他们逼出来 外面来了 这手 倒四个 还有人 救起来了 问题不大 最后17K还是将满编队一并带走 死完了 手感这么火热 还有不怕死的满编队要来挑战17K 来了 尼克雷 满编队 拿下两只满编队的17K来到圈边制裁狗分仔 别撤 差一点点没事 他没了 死完 回到圈中心 而粉丝妹妹依然没有离开 这次他俩也没有过多的交流 又是他还在这里呢 既然妹妹要求 那17K自然会使命必打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17K在打击炮楼的目标时 怎料粉丝突然闯入了17K的枪口之下 手感火热的17K也是顾不了那么多 一梭子下去就带走了蓝博的粉丝 而最后决赛圈的敌人 17K更是打得他们毫无反手之力 如果换着是你 遇到了不是自己的粉丝 你会保护他吃鸡吗 吃完 吃鸡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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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鸡血人们